那些房子特别像乐高拼出来的 五颜六色的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杨角村 杨角村在阿姆斯特丹北边 大概80多公里的地方 今天早上起来15度 还挺凉的 不过太阳还是暴晒 杨角村也被誉为是最美的小镇之一 也有小威尼斯之称 这边有好多的游船 大家可以从这租个船 在水道里 真舒服 杨角村阿牛面馆太帅了 Chinese Restaurant 现在时间太早 很多店铺还没有营业 荷兰和比利时的建筑比较类似 都是这种红砖的外力面 看下的草皮 哎呀做的是真好 看这家像不像白雪公主的那个感觉 格林童话 真好看 整个村子呀水路纵横 里边很多的船 看这边的小房子做的是真是精致 花儿养的也非常的鲜艳漂亮 真是不愧是最美小镇啊 如果咱们能在这长期居住 少活五年 我觉得都划算 但是如果能在这长期居住的话 一定能多活五年 简直是有无数个这样特别特别美的小房子 相机根本拍不过来 而且不知道相机里呈现的 一定没有眼睛看到的更美 我刚才下了一阵暴雨 结果全湿了 那阵雨还真挺大的 然后找了个餐厅去避雨 哎呀这会儿雨过天没情 看这间小狗房子是不是很可爱 小狗鼻子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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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荷兰怎么能不看风车呢 我现在呢又到赞丹北边的这个风车村 哎太帅了 这个风车呢 大概是12世纪就在荷兰出现了 它最开始的作用呢 主要是为了淘水 因为荷兰是低地国家嘛 它会经常会发挥一些泵水的作用 通过这个风力 后来呢这个风车也逐渐的升级 它也衍生出了好多功能 包括那个磨面啊 还有榨油啊 这些功能 主要是从于是这个农业生产 当然现在这个风车的工作效率 要比起了现代工业 那就差得很远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风车 依然在承担着这个农业生产的作用 当然也是荷兰的一个特色了 对面的小房子非常有特点 哎呀真漂亮 我们上次来风车村呢 是在露特丹的那个Kinderdike 对这个是在阿姆北边 不一样 但是这个显得规模更大一些 而且景色更漂亮一些 非常推荐大家 这个风车是可以上去参观的 这些风车还在转 我还要排队啊 参观是五块钱 孩子两块五 大人五块五 算了我就不上去了 我在之前那个风车村去过了 里面就是一些风车的构造 纯机械的 这个木鞋呢 也是荷兰元素里不可或缺的 遍地都是 我又开车开了二十来分钟 大概二十多公里 在阿姆斯特丹的北边 我现在来到赞丹的乐高小镇 这个房子呢 就是赞丹最具有代表性的 它其实是一个酒店 这个小镇呢 被称为乐高小镇 你看那些房子 特别像乐高拼出来的 五颜六色的 这一栋一栋的房子还挺可爱的 特别有特点 不过网上说 附近还有好多什么 必点的小吃店啊 甜品店啊 我是没什么兴趣 中餐吸引力更强一些 真不错 这是市政厅 这个里面 不过这个晚上灯光亮的时候 会更漂亮一些 这个镇子不大 或者说这个乐高小镇不大 其实只是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 这几排房子 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风格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逛一逛 旁边的停车库 停车也很方便 其实坐火车也很方便 这就是火车站 好了 在小镇上随便逛了一下 我准备撤了 回阿姆市里了 我来走 就下车站就掉了一下 我们到早就走 起火车站 只要客人 还有这个阶段 我去车站 保护的 没有 这位 对 是